金牌大間諜 醫生 你開的藥 我說對不對 我沒有開口服的給你 那顆蟹藥 應該是整個黃色像這樣子的 結果它上面印了一個M在上面 頭髮金箭白髮絲 當心健康長頸訊 他腿後的情況就恢復得很不好 變肥 皮膚的種種 很明顯就是變成 白頭髮變比較多 那到後來他覺得 為什麼連眉毛都好像變稀疏了 醫生就幫他做個骨骸就發現 他其實是 嚴重不準 找小孩進醫院 進程醫師 最打夢魘 他每次來急診的時候 就會有 對家族陪在旁邊 他其實希望把所有的執行 都著急到他身邊 其實一百五塊不貴 就是部分不負擔 再加上掛號費 其實說不然給他 而且阿嬤還是覺得不夠 想要哭出來 我這麼老 這麼可憐 就很辣 好可憐 歡迎各位來到金牌大間諜 這時序來到了秋天 又見秋天 根據我接觸了這麼多的 醫師營養師的經驗來說 當然知道 不同的食材會有不同的療效 所以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梨 是秋日第一果 能夠緩解秋躁 身經潤肺 是我們秋天水果的首選 因為梨是因為鮮嫩多汁 它的酸甜又是刺口 還有豐富的維生素 鈣磷鐵點 這些微量元素 被稱為是 自古就被稱為是白果之宗 水果的宗師沒想到是他吧 是 是 其實在本草綱目裡面就提到 梨子它的這個性味素素 比較生冷 也就是說它並不適合每一個人使用 剛剛程哥有提到 其實梨子它的幾種美稱 像白果之宗 天然的礦泉水 甚至有人又把它 比喻成我們腸道裡面的青稻膚 原因是因為 梨子它從它原本的果皮 果肉 甚至裡面的脂 它怎麼會有肱肉 果皮 脂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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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使用 我們梨子它可以用來潤肺 化痰 甚至止咳 又可以潤造 通便 我們說梨子它有很多種 像榨汁它可以比較多汁 維生素C又多 對我們人體有好處 那也是時候我們如果像熱咳 咳嗽的時候如果黃痰 甚至表現出那種口乾舌燥的方式 就是要熱咳 我們可以用蹲梨子 用什麼蹲梨子 加入一些像川北 百合 來蹲梨子 那蹲梨子的時候 蹲出來的汁可以喝 果皮也不要放過 其實連果皮 果肉一起吃 效果都很好 那再來我們說其實 梨子它最重要它還可以 為什麼 我們先喜歡吃燒烤 燒烤的時候 我們肉裡面跟這個煙霧 那個空中都會有一些 有害物質呈現在我們身體裡面 那梨子如果生鮮的雜質 它可以分泌出很多的多酚物質 它可以綜合掉這些有害物質 排出我們體內 所以其實 梨子其實在秋天吃真的相當好 不過有一些人盡量少吃 包括像容易腹瀉的啦 容易腹痛的啦 或越進來的時候 容易這種胃腳痛 都盡量少吃 非常好 今天 什麼三位情報員 妳能夾我鼻 妳敢夾他鼻 如果你夾我鼻的鼻我好 我就夾你懶條條 夾你懶條條啦 對啦 你剛剛有講禮詞對不對 我引經據典 我找報紙 大家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在報紙上面 有一條新聞是寫著 在彰化一個老人家 被他的家人關在陽台上 對 家人有坎冤說 沒有 因為這個老人家 他會自殘 其實這個新聞就反映出來 現在老人長期照顧的問題 其實引發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但是除此之外 老人家在醫院也會有問題 因為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看看老人家本身通常都是 他已經病弱對不對 但是有些老人家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很喜歡吃藥 明明沒有什麼太多病痛 可能會藥一把一把 抓 誰都阻止不了 所以他們到了醫院來講 這個醫生 護士 每個都把他們照顧好 因為你不知道 老人家下一步 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醫生 護士 家屬 三方拉警報 關於這個警報 各位 請舉牌 是否屬實 請舉牌 真的喔 我們這邊遇到的就是說 遇到很多老人家 他每次看病 尤其是我們要幫他做一些手術 或是住院 他都要先看好日子才可以做 挑日子 對 要挑日子 看病要開日子 對 要看 我去醫院看黃曆對不對 對 要看黃曆 對 有一個68歲的婆婆 她因為臉上有一個 大概一年多都沒有癒合的傷口 我們幫她做一個 先做一個皮膚靜的一個檢查 結果發現 細胞可能有一些病變 所以就建議她 當下就要做一個切片的手術 可是婆婆就很緊張 她說 醫生 醫生 現在到底是農曆幾號 妳有沒有農曆曆 可以讓我翻一下 我要看今天適不適合動刀 對 因為她說 她以前做手術 就是要看才可以 結果我就跟她說 這是一個檢查 所以很簡單的 不會有危險的 你不要把她想像手術這麼恐怖 結果她做了以後 心裡就一直覺得怪怪的 她就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所以一週後回來我們要拆線 就發現傷口真的是不好 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而且切片的報告 的確是一個皮膚癌的前妻 那婆婆就很生氣 她說 醫生 就是因為妳不讓我看農民禮 看一個挑選一個好日子做 所以才會造成她諸事不順 她有一些病兆 還要再做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切除 所以她說 她這次一定要好好的看一個日子 才要來做 她不要現在就做 以免又造成諸事不順 好難性 對 人家這個固執 其實某種角度來看 應該還是害怕吧 對 很害怕 某種程度的害怕吧 對 所以看了以後 比較有心理的意見 其實喔 往往很多老人家來到急診 他只是想要 像我曾經遇過一個 對 我遇過一個老奶奶 她幾乎是三天 兩三天她就會來掛一次急診 她每次來急診的時候 就會有一堆家屬陪在旁邊 每個禮拜掛急診 是很讓人擔心可怕的 她不只是每個禮拜 她是每兩三天 她頻率 一個禮拜快兩次 頻率是高 可是我看她跟家屬的互動 是非常良好 就是她所有的家屬 一定在旁邊陪著 大家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擔心她 她這裡有狀況嗎 老奶奶的先生 她其實最近才因為 在家裡猝死 所以她其實會心生畏懼 就是會發生 會擔心她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我當時是這樣子去解讀這件事情 所有的小朋友 她的子女也都是這樣解釋 奶奶也怕自己走得不明不白的 對 我們大家都這麼認為 可是因為她年紀大了 她每次來說胸門不死我 我們一定是一連串的檢查 大家都不敢輕忽 因為她回去如果這家裡真的猝死 其實有時候很難去理性 她真正的狀況 所以她真的每次來 我們就做了很多的檢查 以及衛教甚至觀察 家屬也累了 醫生也疲乏了 後來我才發現真正的原因 她其實不是真的擔心 她自己的疾病 原來她那麼多兒女 我本來以為是大家都住一起 所以她只要一有狀況 所有的人都跟她一起來了解 結果不是 其實是她一個人住在 就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其實她就是一個人住 她想要人家陪她 對 她其實是希望人家陪她 所以她每次說她不舒服的時候 她的子女都會來 因為爸爸才剛去翻了 是子女擔心奶奶真的有狀況 那奶奶也不是真的想來急診 她其實希望把所有的子女 都著急到她身邊 可是她的子女就是很擔心 會像爸爸的狀況這樣 所以每次又把她狀況來急診 所以會變成是我們每次檢查 甚至要求她住院檢查 奶奶都不要 其實她不是真的想來醫院 她只是想要得到家人的關係 俗句老人用病痛來討拍拍 這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問題 所以呢 腸道中心 腸道機構或什麼 這可以說在 整個老齡化的國家社會的現狀來說 它是一個目前很被判斷的事情 很像我們需要共同地面對這個問題 爸爸 媽媽 真的 大家年紀都越來越大 OK 接下來陪診團的護理師 來 顧問團 顧問一下爆料 來爆什麼料 老人家在藥物治療跟檢查上面 有好像很大的 可以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安撫 像譬如說他來到診所 來到急診 他沒有事情 請你回家 就算不掛你鍵 不控你健保卡 他也說不行 你至少給我開個藥 就是好像是一個心理安撫這樣 我們之前就有遇到一個奶奶 她是之前做胃鏡的時候 有發現有比較嚴重的潰瘍 那肝膽腸胃科的醫師 就有幫她開 原本是致費 但是因為潰瘍可以健保的藥物 那奶奶就定義覺得 那一定是很好的藥 可是經過幾個月以後 她的療程過去了 醫院沒有辦法再幫她開這個藥 那奶奶的病程也過了也比較好了 但是奶奶還是非常想要開這顆藥 於是她就決定了 我要去急診比較厲害 我去急診開應該開得到吧 所以她就來到急診 就跟醫生主述說 我胃痛不舒服 我之前有潰瘍過 最近又有發生什麼樣子的一些病狀 然後醫生就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幫妳開一些藥 這個時候奶奶就把藥帶拿出來說 我要開這個藥 她就開始指定了 我要開這個藥 然後醫師就說 你的藥 這個藥妳要開可以 可是藥 可是這個就要自費 而且急診沒有辦法幫妳開 我可以幫妳先開 讓妳胃部緩解的 然後後來門診追蹤這樣子 奶奶拿了藥以後 看坐在那裡看了很久 這不是我要的藥 她就開始做了一件 讓我們通通都很傻眼的事情 我們會有人跟她說 醫師身在手上還有病人 如果妳要跟醫師溝通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她坐在那裡就開始 只要有醫師經過 不管是不是幫她開藥的醫師 內科也好 小兒科也好 就連不是急診單位 只是路過的醫師 她都跑過去說 可以幫我開這顆藥嗎 我要吃這顆藥才不會不舒服 已經被安撫下來 沒有... 那妳要跟幫妳開藥的醫生開 講 回去做好了以後 看到另外一個經過 她又追上去 醫師... 可以幫我開這個藥嗎 我要吃這個藥才會好 直到我學姐看不下去了 過去跟她說 就先裝傻 跟她說奶奶妳怎麼了 她就跟她說 跟她解釋了所有過程以後 跟她說可是醫生不給我開 我想要的這顆藥 妳可不可以幫我跟醫生講 學姐看了以後 就想說至少要演出戲 安撫奶奶 妳這顆藥醫生對妳很好 這個藥比妳要的那個藥還好 就是這樣子一直安撫她 對 後來奶奶才 就是信信然的離開 但是因為很多老人家都會 這件藥不到 她就會去差一件藥 對 所以我們不知道 她會不會帶去別件藥 可是她當下的行為 真的是有一點 擾亂了大家的那個作業流程 所以她純粹只是需要一個 心理安慰 對 霸道婆婆不講理 盡把病床當睡床 很特別的糾紛 就是一個老太太霸床事件 為什麼會爆出這個新聞 是因為醫院要討戰 這樣一來 就已經欠了600多萬的錢 600多萬 當時醫師只是說 妳可以自費住這個單人病房 她一站那個病床就站 自眠 金牌大間諜 誰覺得老小孩的問題 在醫院 有時候一方面看起來覺得他們 怎麼會這樣行為 可是一方面有時候就覺得 這是社會問題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印象比較深刻 之前大家應該有聽到 像榮總之前有一個醫療糾紛 很特別的糾紛 就是一個老太太 她當初不是只是因為一個 傷口感染住進醫院嗎 然後住進醫院之後呢 當時醫師只是說 妳可以自費住這個單人病房 不等於妳可以自費 把它當作 當作妳家的套房來使用 但她住進去之後 她就決定不要出來 她一站那個病床就站 四年 四年 而且她到最後 我要是到第二年 就把那個病床 差不多了 一直貼著換窗簾幹嘛的對不對 她已經開始 她已經這樣做了 有一些東西 她的擺設 裝飾 開始都會調成 她自己所喜歡的模樣 菜啊 她也是嫌那醫院的菜都不好吃 所以 自己弄的廚房對不對 沒有 她會有人帶菜 帶菜來給她 等於說 簡直就是一個小套房 你也知道 其實那個醫院的單人房 其實很搶手 很搶手 沒有不到 而且不便宜 而且不便宜 所以最猛的就是這樣子 你以為她都有募錢嗎 住四年 是 她家境超好的 一天可能要四 五千塊 對 但是她家境超好 而且她不付錢 不付錢 因為醫院當時 為什麼會爆出這個新聞 是因為醫院要討債 就說 太太啊 妳不僅不出院 而且妳這樣一來 就已經欠了 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她可以先付投期款在外面了 對 都已經可以買房了 沒有 六百多 一年快兩百 對 但她呢 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要住這裡 因為妳當時說我可以住 而且她後來到什麼 用什麼理由 她說 可是我還是有一些高血壓的狀況 妳高血壓住院臭什麼 可是後來就是 搞得很久都弄不出去 可是妳想說 為什麼老太太一定要住那邊 是不是真的貪小便宜 之前有一個醫院跟我說 他們遇到一個老太太 也是超有錢的 她說 即使妳們這邊 比外面租房子貴 我都寧願住這邊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啊 妳們這邊幫我照顧得很好 妳們這些護士小姐 人很好 很細心 每天都給她虛寒問 我回去我們家也沒人家 因為她就是獨居 雖然她非常有錢 可是她孩子都住外面 他們幾乎都沒有看過 她的兒子女兒來看過她 唯一看到終於有人來的 是那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要她媽簽一個 不知道是一個財產分配還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終於了解說 那個阿嬤為什麼寧可住醫院 都不回家 發掉 好 新聞背後的社會問題 應該是我們應該去面對的 我想 整型外科該說話了 要不然不知道妳有來好不好 來 黃新輝 對啊 我這邊分享的案例是其實是 就是朋友告訴我的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90歲的阿嬤 她本身有殘障手冊 結果她就去看 看復健科 結果呢 她就在掛號櫃台 因為我那個同學她的診所是 就是收150塊 其實150塊不貴 就是部分負擔再加上掛號費 但是那個90歲的阿嬤就在說 為什麼妳們要收150塊 那個別家只要收50塊 我有殘障手冊只要50塊 那基本上一開始就是 小姐就告訴她說 沒辦法 就是事實上每一家診所 本來就是有掛號費略有不同 可是我們這邊就是150 要不然阿嬤妳去那一家看 50塊的那一家 但是阿嬤就是怎麼講 就都 就是都不聽 然後之後在櫃台 就是講到哭出來這樣子 就說我這麼老 這麼可憐 又纏到一手 為什麼妳們就是要收我150 別家都只要50 醫生說不然給她便宜50塊好了 那就出去跟阿嬤說 那不然阿嬤我們便宜妳50塊 就收妳100塊就好 但是阿嬤還是覺得不夠 她就是又在那邊那個生意 對 就是她就是生累去下 就又開始哭 然後就是一整個 就是 括號櫃台就大排長龍這樣子 然後整首就想說算了 然後就跟阿嬤說好 那阿嬤不然這50塊當妳就是借了 來我們借妳妳之後有錢再拿來還 然後阿嬤眼淚咻 就收起來了 收起來了 對 我們就說她其實應該要去當演員 真的 因為就是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大家都傻眼 很多老小孩發生了很多 不可思議的醫療事件 還有他們的反應也是讓人家很意外的 對 請問一下在醫院裡面各科 你們碰到這種老小孩 面對的方式因應的對策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急診 你什麼樣的病人都會來這邊 那的確 以現在的健康 健康我們的醫療的進步 其實大家都老年化了 未來這種問題只會越來越多 那其實我們在處理 醫療的部分通常就是針對你的健康 但事實上你去面對這個老小孩 你真的會有許多非醫療的狀況 所以這邊也是要呼籲 其實你年紀大或家裡有長輩 不要來排斥就醫 因為醫護人也不會因為你的年紀 而對你有所歧視 或有所差別待遇 那不過我們醫療也只能提供 在健康的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的問題是家庭的問題 或者是親戀媽媽的問題 我們會希望陪伴的人家人 要一起來協助這個老人家 有些部分老小孩會造成呢 他的行為造成醫護人員的困擾 困擾會有 但並不會造成全面戒備 好不好 反而是為人之餘的我們 應該可能要 先想辦法 是 這個不能完全成立 好不好 接下來麻辣情報員 帶來什麼情報 嗨 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齡 在我的身體上 頭毛 睫毛 嘴毛 甚至是我們的鼻毛 都會慢慢的變白 這些都是生理正常的現象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年紀輕輕就白髮蒼蒼的話 小心 你的心肝肠胃腎 你是不是身旁呢 也有一些朋友啊 年紀輕輕就枕頭白髮呢 小心喔 這些呢都是你身體在告訴你 你有出問題了 不信我們問一下我們的金牌醫生團 請舉辦 對喔 有一半 全部都是有一個一半 有一個一半 舉一鈴為什麼會舉一半 應該是說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是說少年白 那就是說頭髮它提早老化了 頭髮毛囊的黑色素細胞提早老化 那為什麼會讓它提早老化呢 當然剛剛講的就是有遺傳的因素 那另外呢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一些像生活壓力很大 或是一些像抽菸 喝酒 肥胖 這些都很容易導致我們體內的 自由基率比較多 那這些東西都很可能讓我們的 毛囊的 它可能提早進入老化狀態 它就不再製造那個黑色素了 所以你頭髮就變白了 可是在我們皮膚科呢 除了要考慮這些問題 那其實真的有皮膚病 它就是會造成少年白 那底下看到的就是這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30歲的一個女性 它就是這樣一圈白 結果它其實是白斑 一般我們都會以為白斑 就是我們看得到的皮膚 比如說像臉 身體 手腳 對 就是皮膚忽然間 就一塊一塊白白的 黑色素細胞脫濕了 就沒有黑色素 那其實白斑也會長在頭皮 也會在頭髮 它一樣是黑色素不見了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幫它做了一些治療 比如說照光治療 它慢慢的髮色就慢慢出現 它是可膩的 它是可膩的 它是可以治療的 雖然治療要蠻久的 效果也並不是說一定都非常好 可是至少它是可以治療的 對 並不是說像有些人 老年家他白髮就白髮 已經沒有辦法再讓黑色素細胞 製造黑色素了 所以他慢慢髮色慢慢出現 而且白髮的範圍就慢慢縮小 還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常常說 有的人就是可能他 非常過度的一個傷心 之後他可能一夜白髮 這是有可能的 一夜幾百 對 那其實在我們皮膚科就要考慮 就是所謂的一個圓凸的問題 圓凸 圓凸它 就是說它 一般我們圓凸俗稱鬼剃頭 一般就是說 它會掉像十元硬幣大小的 就一區一區的掉髮 可是呢 問題 圓凸也會一下子 一夜之間 這是同一個病人 對 因為它就是毛囊的黑色素細胞 它還沒開始製造黑色素 所以全部長白色的出來 對 這是同一個 對 它就是全部掉黑的了 只剩白色 所以一夜白髮也不是說 不無可能就對了 奇妙了 少年白心肝脾肺腎可能有問題 聽起來似乎很大條 因為我們三位男性 加醫科 中醫跟急診科 他們都認為這是千真萬見 十二歲就有少年白 背後圓凸是他 他說他從12歲就開始白 只是14歲才來就醫 他發現說他這件是免疫的問題 可是病有另外一件事情 開始發現說自己在發育 開始會想要去做一個 減肥的一個動作 所以那症狀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加醫科 中醫跟急診科 他們都認為這是千真萬見的 我們要去講 少年白的部分基因占最多 但是其他的部分我們還是要去排除 剛剛講有心靈上面的問題 當然還有生活習慣的部分 從喝酒到抽菸到晚睡的一個情況 那身體其實佔的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你的內臟器官如果壞掉的話 的確會影響到非常非常多的一個身體 不管是皮膚或毛囊的一個生長 那最常見的就是 所以我們的胃 腸胃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吸收該有的營養成分 其實我們毛髮是沒有辦法去長好的 那我上個月其實是有遇到一個是 最年輕 我看到最年輕的一個少年白 他才 14歲 少年白那就是遺傳啊 他也是覺得說他也是遺傳 因為他不是14歲才開始白 他說他從12歲就開始白 只是14歲才來就醫 然後我想說 他說這個白是有一點點誇張的白 因為已經範圍越來越多了 而且一直被人家認為說 他不是14歲 就是他不是這個年紀的 他應該可能20幾歲或30幾歲 因為頭髮白的一個情況 後來幫他去做一個檢查 他發現說他這件事 他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 免疫上面的一個問題 導致他的毛囊真的有受到攻擊 然後頭髮開始變白的一個情況 還沒開始完全在掉 可是有開始在掉的一個情形出現 所以的確內障出的問題也會 免疫出的問題也會 那他也是合併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 因為在13 14歲這一段時間的時候 開始發現說自己在發育了 開始就喜歡上 女生就喜歡上男生 他就開始會想要去做一個 減肥的一個動作 所以營養上面 他就開始攝取得越少 所以這症狀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所以後來也發現 其實他在某些重要的維生素 也缺乏了 維生素不管是新或低 或者是B12都缺乏 甚至還有一些 導致他的頭髮真的整個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一個生長 整個人看起來 就比他原本的年紀還要來得老 那的確內臟器官包含免疫 都有可能會導致頭髮變白 其實呢他剛才講到那個問題 白頭髮有很多可能的成因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之前有一個女生 他是因為產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產後的情況就恢復得很不好 第一個 他體重好像遲遲沒有辦法很快的 瘦回來 而且他覺得說他產後整個人呢 就是一個 整個處在於他體力就覺得 就每天覺得累累的 他就覺得奇怪 一開始是覺得有點變細變軟 可是人家說 生小孩本來就會掉頭髮 所以他也不在意小孩掉頭髮 可是他覺得不對啊 掉頭髮沒掉這麼久 而且很明顯就是變成白頭髮變比較多 就很明顯整個生完小孩之後 整個蒼老變肥 皮膚又腫腫的 到後來他覺得 怎麼連眉毛都好像變稀疏了 怎麼可能生小孩現在連眉毛都開始掉 他又覺得很怪 他就很緊張 醫生就幫他做一個檢查就發現 原來呢 他可能是因為生產期間 這個荷爾蒙變化之後 再加上急性壓力 他突然出現那種 他其實是假裝線分泌也嚴重不足 所以就包括他整個皮類 就是他精神狀況很差 他體重一直上升 而且包括他說有一些假裝線的問題 真的會造成一些毛髮脫落 甚至眉毛會變短 甚至有些人就是 因為你脫落之後 有一些頭髮會覺得他白髮特別明顯 來 中醫 對這個牽引髮動全身的這樣的問題 一定有非常更透徹的角度去分享 其實之前我們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曾經遇過跟皮膚科醫師講的一樣 有一個14歲的女孩子 她每到每年的秋天 就全部頭髮包括眉毛的毛 她是一個14歲很漂亮的女孩子 那我們戲就到最後 其實她在學校是有被 所以她每次來 她那個表情跟她那個講話的態度 都不像那個年紀應該有的這種態度 無奈 所以最後就是在中醫跟我們惠者 精神哥的共同協助之下慢慢的 好像到了某一年秋天 她就沒有開始在這種調髮的現象 所以中醫才會講 肝心疲憊的什麼 肝腸 肝腸血 心竹血脈 腎腸筋 肺竹百脈 像這些都跟我們所謂的這種 氣血有關係嗎 那剛好 血對我們頭髮營養來講的話 它是很重要 所以才會出現像有些 在悶者裡面遇到一個 三十幾歲的工程師 她白天在公司裡面工作 那主負責是這種公司裡面 這些化學藥劑的這種檢測 到了晚上她要去兼差 去夜市賣東西 她為了趕快減輕家裡的負擔 那她以前都是來看眼睛 因為她長期的使用電腦看行為鏡 她眼睛幾乎到最後視力都很差了 那又在雙重壓力情況之下 她又想要多賺點錢 可是視力又沒辦法去允許 她曾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看我 三個月之後回診發現 奇怪 怎麼整個都白髮 那她的同事都跟我說 因為她最近壓力很大 因為主管在盯她的這種檢驗的標準 可是因為她視力的關係 常常檢驗錯東西 她可能連白天的工作都不保 她就不適任了 對 更不用去講晚上的工作 那慢慢的幫她做針灸的調整 還有一些補氣補血 慢慢慢慢的 她的這種白髮越來越退後 然後長出來頭髮都比較新 這就是屬於我們所謂的氣血 跟這種熬夜跟心理的狀況 所引起這種白髮 對 年齡心就白髮 常常基本上排除掉遺傳的因素 可能真的要小心 心甘疲悲症應該 不要說鬼都海料料了 應該要去理解 而且真心了解一下 應該有狀況 對 不單純 好不好 情報成立 最後 停不動 好 來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藥有效 藥品的保存更重要 各位姐姐妹妹 你們是不是跟打理我一樣 勤儉持家是個值得求 你回家的好媳婦呢 我是沒想到 我們吃不完的藥呢 我們就把它存下來 下次再吃 擦不完的藥呢 我們就存下來下次再擦 全部放到一個盒子裡 冰到冰箱去 你是不是這樣做呢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那你就是ABCDFGG啦 因為呢錯誤的保存方式呢 會讓藥效下降 吃下去身體的液 還會傷害你的健康喔 藥品的保存 當然也是應該 什麼時候要保存 對 藥品它只是比較好保存一點 不管它是定劑還是糖衣定 這一類的對不對 我們請醫師來告訴我們 應該怎麼樣保存藥品 病人的用藥石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 尤其是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真的 很多人就勤儉自家 而且他非常相信專業 因為我們台灣的醫療 是一個次專業 非常發達的一個醫療 就是我們每一個科 它都有次專科 它有次專科的醫食 所以這個奶奶 她其實在以前的用藥習慣下 就是頭痛 她一定找跟腦子相關的科 例如說腦神經內科 腦神經外科 她胸悶不舒服 一定看心臟科 胸腔科 肚子不舒服 肝膽腸胃科 她內外科都看 大腸子腸外科也看 那所以其實她只要 身體也有狀況 她一定找專科 那其實她每次吃完 老實說她每次也不是真的是 她真的就是有一點點症狀 就去拿藥 那拿完藥之後 她其實每次都會放著 因為以防不死之虛 因為難保她哪一天 又忽然有肚子的問題 有胃的問題 有胸腔的問題 她都有藥可以用 那其實我們醫師在開藥 我們都有雲端藥力可以看 也就是說她最近在吃什麼藥 其實我們都查得到 但是她囤得藥質久 結果她有一次減尿有狀況 肚子不舒服 又覺得有點頭痛 胸悶 她就把她的那個大補貼拿出來 就是把她各科的藥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保存 但是有些藥已經非常多年了 她拿來吃 結果她來吃 來到急診症狀是 痾現有素上路下介入心肌 雖然檢查什麼症狀 什麼檢查數據都正常 但是一問起來 她兒子還跟我說 她媽媽其實是 把她這長年來累積的藥 一次吃 她親眼看她 因為這些不舒服 吃了十幾顆 就是一餐 她自己搭配 有沒有什麼藥物保存 幾天是無限期的 幾乎是沒有 所以其實你不要說一顆藥 你不要放那麼久 你其實藥與藥之間 它也有交互作用 所以其實這樣子吃 是非常不安全的 不能自己配藥 沒錯 我有一個阿公 他帶了他的孫子 一起來看門診 這阿公本身他是有三高 有一個便秘的一個問題 他很厲害 他每次拿藥的時候 他都會把那個藥 放到一個盒子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藥 它上面寫 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呢 早上 下午 晚上 睡前 他都會把它一個盒子這樣放好 那個也就是這麼的厲害 他就是一個一個都把它放好 然後就照這樣子吃 他每一次控制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呢 他這一次回診的時候呢 他的血糖測出來就是好高 我就說 奇怪 你這樣子吃的藥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為什麼 你這一次的血糖怎麼會這麼的高 他就說 你不知道啊 我每次孫子回來 孫子好像回到我們這裡的時候 水土不服 每次回來都一直腹瀉 然後呢 他的兒子都會覺得說 可能是爺爺或奶奶的 衛生習慣不好 每次孫子回來就會一直腹瀉 然後他們就覺得壓力很大 要孫子回來又不是 不讓孫子回來又不是 所以他覺得說他的血糖高 可能是因為孫子回來 給他壓力太大 然後就說 聽起來好像是 那不然呢 我看一下你的那個藥盒上面 是不是有肉吃掉了還是怎麼樣子 所以他就把藥盒拿起來給我看 結果翻... 翻到他晚上睡覺前的 一個用藥的時候 那個用藥就是一個蟹劑 那個蟹劑呢我就覺得 長得很像 但是又有點不大像的原因是因為 那一顆蟹藥呢 應該是整個黃色像這樣子的 結果它上面印了一個M在上面 我就覺得這奇怪 這一顆應該沒有印任何的字 怎麼會有一個M在上面呢 然後呢 我想說試試看 我就咬了一口 不對 這個就是真正的巧克力 然後呢 我就轉過去 我就說 你這個是巧克力耶 你這個不是蟹藥耶 然後呢 阿公就看著那個孫子 孫子就說 阿公喜歡吃黃色的 我每一次都幫他保留黃色的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偷吃阿公的黃色的巧克力 他說 對 我不小心吃的時候 然後說 你如果存放藥 存放錯 就算你擺得再怎麼好 小朋友過去把你不小心掉包了 你都不曉得 所以他的血糖 就是因為每天晚上多吃了兩顆巧克力 然後呢 小朋友每一次來都會褲蟹 是因為他都偷吃了他的蟹藥 而且巧克力還沒有經過嘴巴裡面的菊 就是直接吞 直接吞下去 吞巧克力 因為他的龜頭破皮受傷 困擾他好多天 他就自己去要家裡面的那個盒子裡面 就拿了一個爸爸最藏土的 他就覺得那個爸爸最藏土應該最好用吧 我覺得為什麼都沒有用呢 真的 我已經放很久 早就過急了 只要是拿到藥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事 真的 不管那藥是對身體有沒有害出來 對 血壓藥或心臟核的藥 所以孩子那個體重 會怎麼樣嗎 對孩子來說那劑量就過重 所以他其實會抑制心跳 甚至抑制血壓 我有命 所以你來可能會是休克的狀態 因為之前你記不記得有一個診所 他就是磨藥的藥粉機沒弄乾淨 結果那個小女生 他拿到的那個藥裡面有降血糖的藥 回去那小女生差點死掉 因為他第一次有糖就可 防止小孩模仿了 還物食這些藥品 可能會有大家意想不到的這個 慘劇發生 所以可能試試 希望大家不要忽略 好了 第一線接觸患者的白衣天使 關於用藥有什麼問題要教我們 來 我要分享一個 小弟弟的小弟弟的故事 小弟弟的小弟弟 我一個校戶的同學跟我分享故事 他就是有一天這個弟弟 他的龜頭破皮 至於他怎麼破皮呢 他也都死不肯講 所以到現在我們不知道 他是多大年紀的小弟弟 為什麼會爆出來 是因為他的小弟弟的這個傷口呢 就紅腫痛到不行 所以到校戶那邊 校戶姐姐那邊去 那去看了以後 就看到你的傷口 已經開始有一點組織益腎疏 然後紅腫有一點發炎的狀況 你怎麼會把自己弄成這樣呢 他就說我都有擦藥啊 為什麼會這樣 那通常我們知道 傷口的藥膏 其實是要擦抗生素藥膏 那他擦的藥膏第一就是 就像剛剛講的擦過了 用過了 覺得還有腎 還可以用 覺得會全部裝在一盒裡面 放在家裡 因為他的龜頭破皮 受傷 困擾他好多天 他就自己去要家裡面的 那個盒子裡面拉出來 就拿了一個爸爸最常塗的 他覺得那個爸爸最常塗 應該最好用吧 所以他就塗了 他就塗不塗 他還把他放在書包裡面 上廁所他也塗 結果塗得為什麼都沒有用呢 結果沒有想到 拿給護士姐姐看才知道 那是爸爸 而且已經放很久 早就過急了 我的天啊 當然是不會有效 而且甚至如果說藥膏 他的藥效不見了 他還是有膏狀的話 他反而會讓細菌沾滅在上面 更好滋生 所以他就變成 而且那個地方又悶著 就變成了一個 小弟弟的悲慘故事 對 有些事情一定修於其齒的 怎麼會講的對不對 所以 我們丟掉的藥品 基本上外包裝 什麼內外 可能它放在一起不要放錯 不要拿錯擦錯人到時候 小莉莉的小莉莉一定痛不遇神 我們在門診很常遇到就是 病患每次回診會跟我們講說 醫生你開的藥擦的都沒效 不然就說越擦越嚴重 那其實後來我們一問下來 大概一半以上 其實他們都是擦錯藥了 他覺得他皮膚病都是一樣 其實但是我們也都千丁萬交代 後來就說你這個是擦哪裡 這個是擦哪裡 你都交代得很清楚 可是回來還是一樣都擦錯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大概70歲的伯伯 那時候他來看頭皮的問題 那時候我開了一個洗髮水給他 那是煤膠油的洗髮水 他是用咖啡色的瓶子包裝的 伯伯他當然他還有拿其他的藥 可能看了一些內科 結果後來伯伯他回診的時候 跟我說 醫生 你開的藥 我說菲菲 我沒有開口服的給你 原來他把洗頭水當成藥水喝了 因為很像他印象中的 洗頭水 對 因為他大概就是 這樣的一個高度 咖啡色的瓶身 對 然後就很像一般的 他印象中的一些咳嗽藥水 所以他 因為他也沒藥帶 他把它丟了 所以就一罐藥水 他沒有想什麼 就是直接就喝了 他就說又苦又難喝 而且頭皮也沒改 也沒有改善 反而也都是癢的藥蜜 他說菲菲 你用錯了 我那時候想說 還好你沒怎麼樣 還好一週就回來復診 因為太難喝了 他真的喝不下去 他說真的太難喝了 可不可以改藥 另外就是說 他跟他醃尿醃大便有什麼兩樣 真的 好不好 尿可以 變得我真的醃不下去 有沒有那個 我那個笑話 我幫我笑死 最近纏很多 怎麼會那麼為難 尿可以醃的 忍一忍就算了 那變得我真的 醃不下去 另外就是說 還有一個柔米伯伯 他大概一兩年就要回香一次 回香的伴手禮就是 伴手禮喔 伴手禮是藥膏 對 因為他是說 他每次大概預計 一年後要回他的老家 他就這一年呢 他大概每個月都會陸續很規則的 到我們門診 來定期的拿藥膏 然後菲菲就說 這藥膏他回去以後 超受歡迎的 他的一些親朋好友 還有一些遠房親戚 都會急著來拜訪他 然後菲菲就開始發藥 跟滑坨一樣 對 因為 他是說那邊 他的一些朋友 他回到鄉下 對 他就覺得藥膏非常的有效 比他們自己去他們附近的藥局 買都還有效 對 我就跟菲菲說 菲菲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他的有效期限 那個其實瓶子的瓶身 都會有一些有效期限 就是說即使是藥膏 還是都有保存期限的 如果你發現瓶子的本身 有變得比較胖一點 或是說你藥膏有點變色 或是變得比較水 或甚至你用的時候有一點味道 那可能都變質了 你就不要再使用了 不然每次他囤了一年的藥回去 我都很怕他會有一些變質的問題 也是 是 事實上其實剛剛講都是一些搞錯或是什麼 但是其實有一些藥物是需要特殊的 一個保存 也是70歲的伯伯 他很開心的就是把 把藥拿回家之後就開始分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陳醫師講的那種盒子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日的 全部就是都分好了 因為他沒有聽 藥師跟他講說那個藥 事實上要吃的時候才採開 所以基本上那個藥是一個叫做 TwinStar的高血壓藥 就他事實上是要吃進去之前 才可以開的那種藥 很容易受潮 所以他就拿 他後來就很生氣 而且他還跑來藥局 就是找藥師算帳 他說你們醫院看的藥很不好 然後他就拿他的那一來 全部都是瘦潮糊糊的 像那個餅乾就是軟掉這樣 就是藥師就是也覺得很好 就是就是說 其實已經叮嚀過了 伯伯 就是其實一定是要吃之前 你才可以打開 所以有些藥是需要一些 特殊的一個保存 另外還有像是 就是有心肌梗篩的那種病人 就是那種舌下寒病 事實上他也是需要特殊的一個保存 他不能 他一定要裝在棕色的一個瓶子裡面 不能被日光曬到 因為是會變質的 因為其實常常急診 就是會收到這樣的 就是說你其實沒有好好保存 結果你吃下去沒效 結果就還是送急診 有些病人很可愛是說 他又想要好好保存 放在冰箱裡面 就是也只有這樣案例 就是說 所以要告訴大家說 像這樣的有一些特殊保存 而且需要隨身的 你就是要用放在他原本附給你的 這個瓶子裡面 老年人大概吃中 看中醫的比較多 你不覺得嗎 老年人年紀大了 他們覺得中醫 中醫比較淘汰 藥性溫和 對 改善體質 而且製粉 製粉這樣子 那粉的 湯的 貼的 泡的都有 對不對 怎麼分分別的保存 其實中藥的記性非常多 包括大家耳熟能想的 像科學中藥 藥粉 藥底 藥丹 滴丸 藥丸 蜜丸 甚至像水煎藥 原藥材很多 那其實大家的生活當中 其實一定會碰到中藥的藥材 包括像媽媽在煮什麼湯的時候 可能放一些枸杞 黃杞 對 只是你們有沒有看過 媽媽在保存這個東西的時候 怎麼保存 像我媽媽都一樣 我媽媽最好的保存地方就是 對 不管什麼東西 冷凍� 冷凍 冷藏不行 不行 他說冷凍櫃最好保存 對 冷凍櫃 冷藏不行 不行 他說冷凍櫃最好保存 對 聖誕節回去還可以吃到 他說為什麼要不要吃凍櫃 我說 今天什麼東西 冰箱有 冰箱有 我們家也是 我們家也是 去連火雞都還在 去連火雞都還在 搞得水都要到了 去連火雞 我們現在 我們的廚房製食 比較悶熱的地方 可是如果在那個地方 你在櫃子裡面放一些中藥材 放一些像我們常用 煮湯的枸杞 紅棗 其實都很容易壞掉 所以我們可以 儘量像這種藥材 儘量用這種密封袋 把它包起來 那如果裡面 對 夾電袋把它包起來 那如果水分比較多 像那個紅棗 像熟地 像這種比較多汁的 或者是你壓的時候會出水的 儘量把它冰在冰漿裡面 避免它的水分跑掉 那像這種科學中的它有藥粉 就會容易受潮 那有些患者都會說 我上次拿的藥粉拿回家 受潮我就不敢吃了 我就會跟他們解決說 其實它還是可以吃的 就很像我們廚房裡面的糖 鹽巴有些時候會結塊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媽媽 把這些結塊的糖 鹽巴拿去丟掉 它只是敲一敲 它就恢復原來的形狀 就可以吃了 只是說在我們保存的時候 盡量不要放在潮濕的地方 瘦潮就容易變質了 其實應該是說 它本身裡面 就有這種澱粉存在 可是你空氣之中 如果有水分的話 還是會有點稀草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 像這種藥 盡量從那個藥袋裡面 拿出來的時候 剩下的把它拉起來 用密封起來 比較不會受潮 所以像有些診所比較貼心 它裡面還放一包這種 防乾燥劑 對 像藥丸 藥丸還是會建議 盡量在有一定時間 把它吃完 所以我們藥丸 一般都會像用白色的 不透明的罐子裝著 或像褐色的罐子裝著 避免它陽光直射 像有些藥材 像有些人生 媽媽都喜歡放在冰箱裡面 就覺得放越久 效果越好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對 只是說 有些藥材裡面 你如果放在冰箱 有些媽媽就很簡單 報紙他們是唯一一個 這種打包的東西 他們什麼東西 用報紙包起來 然後冰進去 其實有些時候 這些報紙 它上面會有油膜 有些時候會沾染到 這樣的一個藥材 對 你冰在冰箱的時候 還是會建議 放在冷藏就好 不要放在冷凍 那所有的藥材 拿出來你要煎煮之前 要先過冷水 沖洗完之後 它有一些雜質濾掉之後 當然要去煎煮 那像有一些藥材 像牛樟菇 它比較容易產生這種 黃麴毒素 所以我會建議 我們如果家裡面 如果有像比較昂貴的牛樟菇 你要使用的時候 還是會建議 你看它上面 是不是會有一層這種 咖啡色的這種菌醇在 如果像有這種菌醇在 其實你去吃這種牛樟菇 就達不到 保乾治病的效果 反而會 常常會有像這種黃麴毒素 比較會有治乾病的危險 我們都希望能夠 藥道病除 但是藥有效 藥品保存更重要 對 這個情報 甜不辣 非常好 完全成立 希望我們今天所提供的 大大小小的情報 對你我的健康 都有非常直接的幫助 OK 非常感謝你們今天收看 要珍惜 每個禮拜到禮拜五的晚上 就有一道時間 中天綜合台 只能收看我們的金牌大電碟 期待下次再見 好晚安 拜拜 拜拜 對